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 吳嘉文 早晨 昨天这个板块特别是内地收市之后 我们都没试 是不是 抢了镜子 多少股份 多厉害 升成一成多到三成不等 所以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三孩政策和柴鱼饭后 大家一定会说 这次来说就有趣了 在这个时机上 六一儿童节之前出了 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公布出来 由2015年开始 本来就是二孩政策 现在可以生三件 生多一件 每对夫妇 点点是什么呢 这次大家就看实应该幕第一句 国家似乎很明白大家 为什么不愿意生多一件 搞到整个社会老龄化 生育率这么低 不单是生不起的问题 而是养不了 大家觉得生活条件也很艰难 所以现在第一次提出什么呢 就一聘过 国家会有些扶持措施 几个环节都针对 包括考虑分价方面 收一些彩金 就不要说那么多了 一些礼金 不要收那么贵 生育的政策 养育的政策 以至教育方面 国家会一拼考虑 暗示有些扶持措施 我给你说 你觉得今次这个措施 和以往有没有不同 你估有没有成效 今次推三孩政策 对比起之前放松了一孩政策 即所谓的二孩政策 有一件事就比较特别一点 家闻 你看到配套上面充足少少 考虑到三嬷之前都要有一个结婚 甚至是拍拖 男女给例子 其实它是整个里面的文件 都有轻轻提及 很早走传 最主要的分别就会在这里 但是不知道家闻你同不同意 里面触碰某些东西 例如说 特别是刚才所提出的第一 第二个点 讲关于分价的部分 内地其实现在大排延迹 甚至是分离的规模越来越大 有点像以往外国那种模式 一直去发展 因为西方文化衝擊 其实看到在放中式的走焰之余 它在西式的分离上都越搞越多 成本 支出 所有东西 我想大家其实都明白发生什么事了 但问题是在分架上 我想先提出这件事 不要说三嬷 她说的自理分架楼集 天价彩礼这些 其实我不太明白她是怎样管的 你明白我后面的故事 我经常都说了 Harry 监管机架很忙 由那时候艺人离婚 到现在说结婚要给多少彩金 离金都要管 真是越来越忙的 国家 是不是 是的 我就想一下 其实为什么我要提及这些点 你说的 没错 整个三嬷政策 版面上大家看到 那个所谓的细节 细节 细节位 就越来越细分的 但是当中 其实我做一个比较分析员的角度 其实我不太明白整件事 究竟它可以怎样搞 这个是其一 第二件事 就是好了 下去叫做三嬷政策 本身这件事是一种价值观 所以你说实际的作用 我就不会说好像坊间的想法 一般的看法就是 甚至你二嬷都搞不定 你搞三嬷是没有意思的 我不要用一个主题上面去看 就是现在讲的 就是根本是可能 结婚的比率 或者是在内地民众里面 拍完拖之后 是不是立刻在想结婚 这件事呢 其实那个价值观都在转变 这件事呢 如果你说一时间 要扭转整个的一个想法的话 我想都需要一些时间去改变 我不是说质疑内地 现在那个改革的乘客 只不过就是 在实质我们看到 为及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股份 我想大家暂时都 事作一个投机味道会多一点 就多个实质里面的一些 结果走出来 你这个点其实是清楚的 就是说你觉得这些年轻人 根本的思维上就不愿意生 是不是 就是不太愿意了 是不是 多了个人这样想 那你就在三嬷政策 给他生多一件 他不愿意 是不是 所以就影响了成效 不过有一件事 刚才你说 不明白国家怎么搞呢 其实说真一句 你再看真一点 我觉得明明的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因为他不是有几个环节 他有个方向 譬如好像他都 营光莫地都写了一些要点 譬如包括什么 你生得到都养不起 那帮你可不可以尽量养得起 会不会提高你 既然如果养得到的时候 你便会意欲高些 譬如包括什么 他有话题到 是降低你的教育开支 你教育的时候 等你可以教育一些 那些小孩会便宜一些 有没有机会这样呢 最后一点都有说到 例如加强税收和住房的支持政策 虽然他没有说明是怎样 会不会送一层楼给你 我未必有这么便宜 但是如果你在住那里 税收方面 会不会有些优惠的东西 被人猜想呢 都可以可能帮到你组织的家庭 去养育孩子的成本 可能降低 是不是都有个方向在那里 你说帮忙 或者在一个成本上考虑 国家就应该会做到一些事情 譬如说在免税的政策 减税的政策 甚至是生活成本里面 做多一点点的功课 但问题是 其实这件事就是 关乎于社会结构 不是很财经的那件事 就是熟市外前那边的一个研究 其实都很多提到 就是外国人口努力的问题 其实已经沉淀了很多年了 这件事 特别是一些北欧的国家 其实他们的生育率 是相当之夸张的 低得 但问题是 他们都有一些 我们所谓的 现在版面上 我们看到类似的 一些优惠政策 譬如说 我们现在说的是 产后 他没有说 在假期上做一点点 就是所谓的女性工作的匹配条件 他没有开始有一个点 写出来的 在外国来说 你在说的是什么 是以月计的 你在说的假期 你会看到 法国其实就是 这是一个 所谓的价值观的问题 多于一个成本上的考虑 没错 如果你说 在某一些比较 窮鄉平壤 或者我们看到 生活比较艰难一些的地方 甚至我们说的是 四五线城市 有部份家庭 真的是一个成本上的考虑 但其实 如果你现在说的是 一二线城市的民众 家庭 其实他们很多都很负属 大家都很明白 所以 今次这个三孩政策 我负责的位置就是 那个成效 就算有也好 你会看到时间点 就真的要很后期才会看到 所以我们反观下来 我一定要有一个立论先的 因为不然谈了大论 不知道在做什么 就是现在的股份是炒的 一定是的了 因为你现在根本 现在是炒BB车 都已经是那些股份 都可以出来的 三环出来才能用 是吧 所以你就要想一想 你是不是真的持续这么久 这些股份 我就觉得大家 不如投下基算 简单来说 你觉得就算 甚至有用 都是一段 比较长时间才慢慢浮现 是不是这么早 炒定 相关股份 你很好 就是帮你把股份 那里 不然你觉得有点对的 因为我看到网上 有很多人热议 就是说 这件三孩政策 怎样 其实反而我看到 一个多两个月前 有报导引述 内地本来有个大型的调查 就说 知不支持去到放宽 那个生孩子的政策 那样 你知不知道 怎样的情况 其实有超过五成人 他当时是赞成放宽 超过五成人 是赞成放宽 但是有哪些年龄群的人 相对没有这么赞成 这个重要 原来就是九十后 最适而生育的人 就是他没有这么赞成 只有四成人是赞成放宽 那个生孩子的政策 那样的 所以就有些学者就说 就是反映到 就像你所说 本身内地很多年轻人 生育的意欲 本身就很低迷 就算你放宽 那个生育限制 那个生育率 都未必会提升 而且昨天也有些媒体 访问了 比如去北京 有些女士 那她怎么说 她说就算你放松生育政策 都不会怎么改变我的想法 为什么 工作很忙 经常要加班 都没有时间去照顾多个儿子 那有些人说 那你生育一个 要看看收入状况如何 是不是 就是社会的福利是怎样 那究竟 国家刚才有些指引出来 实际有多少配套 其实似乎市民 个别市民都在观望着 是不是 刚才你说到 有一件事就是股份先炒 不过说真的 那些炒这件事 你知道市场永远向上望 向前望 我看到今早上 有些好像价价升 包括什么呢 就是感恩升值 好孩子那些 不止 保保树 叫价都升了4% 那如果纯炒角度 你有没有指引给大家 如果你说炒股来说 第一只想到的 一定是感恩升值 因为如果你计算 我用产业链去计算 今次如果你说三骸政策放宽 首先受惠的一定是新值先的 它是做事本应移 你计步骤去计算 它也是第一个步骤 所以大家看一定是看第一只 是这样升值的 但是我自己就觉得 股份面上这样蒸发 其实你计算市盈率 所有的东西 就有点易利地了 如果你说 纯粹炒快手转身得快 你还可以想 但是水位就不多了 反而另外 在其他类别的股份 譬如大家第一件事 昨天看到 底下一定是好孩子那些 所谓的风险 和它受惠的程度 就比较间接一点 其实有些你会见到 为什麽这个帐幅那麽厉害呢 纯粹因为它小粒 因为它的市值的尺寸小 小小钱就立即谷到上去 很夸张的一个成交和一个升幅 所以大家真的要想想 你问我受惠感恩新值 背康医疗 这些比较医疗服务那些股份 是那个实际受惠的程度 或者是potential benefit 是会实际一些 其他我认为 都是几炒股形式的 看上去的 如果你说感恩和背康 我形容整个生寶寶的产业链 它是比较上游 我意思是感恩就是 人工 就是帮你体外受精的技术 就是有这个感恩新值 背康就做基因检测 就是帮你查看 看内的寶寶 可以吗 有没有什么先天的问题 就做基因检测 就是背康 应该是第二个 好孩子 顺便说 刚才你也highlight了 好孩子做BB车 那类东西 当然暂时的估计都做得很好 不过我听你刚才的语气 整体来说 都是保守 都不建议大家去参与 是不是 炒就少住炒 如果你说今天都还想加的 加多两三手 不是很多 因为本身 我刚才都已经 我做了很清楚的看法 就是 根本其实 现在B都还没想着生 还轻轻 就说B这么快 就是实际情况 你可以咬回头 就是股票炒六个月之后 但很少股票炒十个月之后 你要想一想 就是整件事 我相信这个版法 未来的情况是怎样呢 现在政治局会议的强调里面 不同的点 你要有实质落实的政策 譬如说不同的省份 你在广东省就减多少税 你在哪里哪里呢 就会放宽呢 它有这些消息出来的时候 它久不久又会突然一下子彈 就是会炒起一下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 投机横投机 或者我不会建议大家不要理股份 或者扔它去 因为太投机了 就是压人股票 完全不是这件事 我所说 其实就会很消息上面的演绎 但是实际业绩出来的时候 我又不相信它真的增长得这么厉害 这部分要大家分清楚 它的性质 好的 好的 说到最后也是保守的 我们简单补一句 刚才有一件事 帮家长去减低教育开支 教育的负担 我们简单看看教育股 有没有受拖累 宝宝起码得有资字 好 暂时开出来 暂时只有这个 枫业教育 就嬌架跌了1% 暂时其他就反应冷静 为什么提这一点 减低家长教育开支 不就有机会影响他们的收入 不用加学费 不准你加学费 你便会大件事 大家自己留意 好 我們馬上回來說個事 看看昨晚美股沒事 歐洲股市都在高位裏徘徊 我們看看亞太區股市的情況如何 我們看看日經平均指數 最新走勢向好的28900點 升近40點 當然升幅不大 是0.1% 我們看看香港期貨走勢 暫時都升了一點 6月份升70點 做29028 7月份升65點 總成價1500多張 Harrie 先說回整個大市的方向 5月份提到沒有五窮 整個月累積升了426點 當然科技股來說是一般 如果用恒生科技指數去看 上個月跌了2.5% 不要緊 昨天A股夠強 3600點就撐上去收 雖然背後我們都擔心 廣東疫情的情況 但起碼昨天恒指計 跌完之後200多點 昨天收市又升了27點 恒生指數都好像偏好 究竟在A股偏強下 我們6月份的行程是怎樣 6月看勢不應該看得太差 沒有五窮應該未必有六轉 但7月是怎樣 大家想一想 不是現在所說的 5.6轉7翻身 但剛剛那個月 即5月份 其實有一兩個觸發點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為什麼恒生指數這麼強 一是一定是看著人民幣 因為本身人民幣的飆升 其實令到大家對於股份面的看法 也叫做樂觀很多 另外真的看到有些錢 有些在遊走的資金 本身可能是炒一些 我們所謂的虛擬貨幣 或者是一些大宗商品期貨 現在內地就看到他們查倉 根本其實都不是很敢炒 都移出來 很明顯我們看到 有些北水以往很忠誠的股份 那個聲勢就相當之凌厲 其實股息是沒有變的 但是錢又多了 那就炒起了整個氣氛 所以大市如果6月份 你想想著 現在擺臉上面 我一定是看著29400這個位置 就是近期牌的頂 如果它能飆穿的話 其實幾乎大家都會繼續 上網著3萬點 這個是樂觀的那個想法 另外在6月份 家文你也所提及的了 譬如說一些疫情的問題 甚至是本身 會不會說在某些類別的股份 始終都擔心過股值 甚至是很簡單 譬如說這個星期五 我們見美國出過 非農業新增職位的勞動數字 原來出得很厲害的 大家又怕有一個收水的疑慮 除了這些種種原因都好 向下看的時候 我覺得下面 其實看下去 是250至2200 應該已經有錢去買了 暫時看著這個Range 我就覺得股份面上 多了很多主題 如果市底是不強 或者是大家很悶 或者不想買買兩行 那種市況 我們剛才所說 講成15分鐘 那些三孩政策 就不應該有人炒的 應該很悶的 所以我覺得暫時市底 都比較強勢一點點的時候 你那個現金比例 就可以降低一些 你可以逐步逐步去做不同的 一些所謂部署 可以加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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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現在醞釀突破 你本身不要說加到100% 然後就做了馬展那種 你都要留一點錢 就要Ibond 亦都有些做一些保守的動作 我覺得暫時來說 我覺得股份面上 很多的板塊的消息 都幾好炒一下 我們買個關子好嗎 等一會看看你有什麼提示 原來你第一個先給了 Ibond 今天開始營救 Ibond 我聽到你說都抽得過 不過股票那裡等一會再說 因為剛才提到的因素那裡 我們講過HIGHGORLINE的A股 A股偏強 人民幣上個月強勢 亦都大家覺得吸引資金 流入到內地或香港 昨天我們Harrie 花了不少唇事說人民幣 亦都提醒了警告 因為你知道人行的一些前官員 或者一些內地的官方媒體 出口術 警告人民幣 不是只有升值價 大家害怕 為什麼昨天真的出招 14年來未出過一招 就是上條外匯存款準備金率 老實說Harrie 昨天看的時候 真的忘記了 只有這樣 以前他打擊炒家 調高他們炒家的買賣成本 但出這一招做什麼呢 原來就是等銀行鎖住他們的外匯 令外匯少一些流動性 少一些供應 於是外幣的息率就上升 傾向外幣的息率升 吸引力就強了 吸引多些人買外幣 就是沽人民幣 變相整個招數做什麼 就希望壓抑人民幣的聲勢 有人敢存息 Harrie 很清晰 有些外媒都說 很清晰的招數 雖然象徵性 壓住人民幣的聲勢 但你覺得 會不會影響了 人民幣的聲浪呢 如果真的影響 大家會擔心 市場有沒有影響 這樣想的 暫時可能會慢一點點 家文 剛才第一個點 你看著6月份 還有沒有一個明顯的聲勢 首先要看著人民幣 因為多了消息 還有近兩三天 大家可能都會留意到 就是美元強了一點點 不是一美這樣沉底 所以如果你說人民幣 叫做回一些 你炒的港股 那個走勢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這個要留意的 還有家文 這個政策 這個是一個期望 就是它去搞那個 外匯存款準備金 其實如果你說 它主要是控制到外幣的供應 但是都是一些在外的措施 來的 離外那裡它管不了的 外幣在外面進來 其實是 所以本身要炒起 它們都可以有辦法的 但是現在 你又無謂對著央行 對著幹的意思 所以這陣子 我會覺得 人民幣上來講 當然升值的因素 我想 家文你們都討論了很多 經濟 所有事情都叫做好很多 第一個經濟 叫做恢復一個比較明顯的增長 所以也吸引到外資 一直炒起不同的資產 所以這陣子 為什麼我只是 在恢指的圖圖裏面 只是放著29400才 比較保守一點 就是有這些背後的想法 人民幣的看法上來講 還好就沒有特別炒起某一類股份 我想大家股份面的震盪性 應該不會太厲害 就算跌倒一點也好 根據彭博的統計 人民幣 應該這麼說 是至去年的五月份 過去一年左右的時間 就升了一乘三度 就看Harry 你說了 就是你的意見 究竟有沒有反應 出了這一招 很清晰一招 不只是出口術 昨天人民幣 就強調到6.35 6.35 現在大概最新 就去到6.36 就稍微轉弱了少許 當然恆生指數 就開出來6月份 第一個交易日 暫時人民幣轉弱 都沒有太大影響 微升7點 去到29,159 6月份叫做一個好開始 看看稍後可不可以升多一點 成家開出來是23億多 Harry 我們揭曉了 買什麼股份 我看到你整版幾隻 都是追求地產類的東西 因為本身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我們這些無學人士 比較慘 其實那個樓價指數 其實就快創新高 我想有此氣氛 大家開始感受到 還有我覺得這一兩天 可能因為廣東的疫情 開始惡化了 其實會令到一部分的收租 類別的股份 其實股價會跌下來 我覺得大家可以後低去想一想 因為我不相信廣東的疫情 突然間會擴散到全國 或者很厲害的 暫時如果你說 有一個後低可以買入的機會 你想想 當廣東疫情一舒緩的話 香港就想通關了 對於譬如說1997 甚至你想穩陣些 你就買領錢 這類別力的股份來說 我覺得現在是一個吸納的時機 只不過你是在想 你是在想廣東的疫情 是要演繹一個星期 還是兩個星期 我就給大家這個號碼 差不多了 就是方向上 如果它跌下來是買的 只不過你找個漂亮一點的位置 好啊 Harry 我聽到現在 有一個很有趣 我覺得你對國家 控制這個疫情的信心 是大於一個三孩政策 吃下啊 覺得自助都好 好 可以幫助這些 當然我們這一刻 現在看到開出來的股價 幾隻都靠穩 九龍倉業稍微跌五個先 我們快看看 行指高開七點 今早有些什麼股份大動 阿里巴巴很少有 排第一位 藍籌榜裡面 它升了超過1% 新經濟股好一點 聽到科技指數上個月下跌 但是今天開出來 阿里巴巴順域光學 和美團 都在藍籌榜裡面 排頭幾位 雖然升幅並不太大 Harry 有沒有拿著 我們剛才談過股份 沒有的 好 多謝你 我們稍後回來再談 大家來到開始速報了 港股在五月的時候 雷升了超過百分之一 今天是港股六月 首個交易日 高開度7點 29,159點 之後最新要量為到點跌 又升回 升兩點 29,146點的位置 拉鋸住 再看恆新科技指數的最新表現 暫時升到50點 在8,155點的位置 再看國企指數方面 國資暫時要量為偏遠 向下跌16點 108,773點的位置 還有五大匯約港股的開市表現 排頭位有一隻騰訊 靠穩升到2元621元 另外小米集團暫時沒有起跌 可以在292.25元 另外阿里巴巴升過8元 新洲國際跌6個染友邦 都是要量為偏遠跌2毫子 再看兩隻三玉政策概念的股 因為內地昨天公佈了三孩政策 放寬了一對夫妻可以生三個政策 和相關配套措施 這類股份版面上兩隻昨天急升 今天就要回吐化 看到新值最新要跌超過3.5% 21.6 另外好孩子國際都要跌超過4% 兩個三毫八的位置 另外看京都物流上市不久 被獲納入恒生綜合指數 今個月就會生效 見到股價最新升到1元42.6毫半 都是高過招股價的暫時 另外看紅藤 見到它就以超過4億元 收購升學元件的業務 以日價超過1.1% 就發行新股支付代價 股價最新就是靠穩 升到2個先 2.1毫八的位置 還看五礦資源 折養8% 每股作價4.1毫半 配股集資超過23億元 用於潛在併舊 和補充營運資金等等 股價最新都是要向下跌超過7.9% 4.1毫七的位置 開始速報先看到這裏 正面360 身邊有Seven和我一起看廣股正式開市表現 Seven早安 早上明亮談 看到6月1日加上下半年一個新開始 港股輕輕高開7點之後最新到跌 欠手2萬9整數大關 最新跌82點,還有2萬9068點 上正、深正都要向下 問Steven最新的形勢 看到人民幣方面 我們調高了金融機構 外匯全部準備金率 看到人民幣立即沒那麼厲害 恒指來到6月有個新開始 可否可以寄望5月的基礎之上 再升多一點 5月都已經不用窮了 人民幣又可能有多少調控的情況 只要不跌穿6.45的水平 仍然是一個大漲小回的格局 這方面大家不用擔心 基調繼續向上 因為都是要看美元、聯儲局的部署 恒指受惠A股在5月後半個月向上突破 恒指來到區間頂就未能突破 所以2萬9300的水平就越來越見重要了 2萬9300是區間頂 升穿可以看3萬0100點附近 升不穿的話 都不代表6月絕的 最多都是繼續橫行 橫行就變成2萬8、2萬9就繼續立了 100天線大概都開始找到少少支持的 所以積極觀望在科技股持續氣氛改善的情況之下 可不可以將恒指推升穿2萬9300 接著就可以正式確認起浪 好啊 整顧一下 沒有說6月不用窮 不可以馬上飆上去 但是2萬9整數關口 100天線暫時整顧一下 二檔股份今早都多 逐樣逐樣跟大家談談 先看這個通告 五礦資源剛才略提過 折氧配股現在當然要跌 另外現代牙科有首季的收益數字 現在變成半隻美容概念股炒 因為做很多酷牙服務 現在很多醫美機構都會跟牙科診所合作 復星醫藥就買醫院 京都物流快速納入恒生綜合指數 當然又是炒華會否成為北水標的 入到港股通 看看股份今早早的移動情況 股份方面現代牙科有得再炒高 差不多8% 已經升得很厲害 另外京都物流進漲有3% 五礦當然要跌 問問Steven有沒有甚麼跟得過 京都物流上市之後表現平平 但有北水有不同的說法 最放不過我覺得京都物流 因為現在基本上同一條方法 照著玩的 因為現在全部來的中概 回歸的股份全部大大隻隻 一來基本上已經達了標 可以去入綜合指數 可以排隊做港股湯 就等待內地街日所發落 但是我只可以說控制一下大家的期望 因為每次都是這樣 你看之前就算是京東健康 又是如是 上市初段就算多潛都好 嘗試借這些消息好像去炒高 如果真是入到通之後 反而就一路路落 因為不關北不北水知不知慈善 而是走了那段概念之後 已經無以為計 本身股湯很緊張 就是開市第一口價 46.05 當日半日和全日全部塞 已經證明這個股份 基本上市場真的不是那麼多追捧 當然你可以憧憬 但是我建議你 就是升穿46.05的時候 有適當強度去支持 才去憧憬入什麼通什麼通什麼指 現在其實是給那些坐艇的朋友 第一天以為他很正 於是追了的時候 就等在46元附近鬆綁為主 好啊 不是那麼看好 的確升積者股有很多可以選擇 看一看其他焦點板塊 看看用品股 大家都知道現在推三階政策 其實A股有炒輔助生育 各樣小朋友有炒 但反而H股炒就炒一些體育用品 看到安達今天再創新高 見過159個多 李寧暫時做好升1% 特報都升到2% 問問問Steven 整個板塊 因為一個小朋友 從未生出來到生出來 是說十幾二十年的周期 所以涉及覆蓋的板塊太多了 很多上天炒起的 今天都散了水 究竟有什麽才是 現在還可以捕捉的 其實昨天很多 譬如生殖服務 譬如奶粉 譬如醫療 教育等等 其實這些全部體育用品 你可以說是概念 說真的 打火鍋 大過之後 其實你說得出所有內需都可以是 但是 如果是這樣 是否全部漲 不是 我想昨天炒的是最直接 所以我感覺上 如果你是想玩這個故事 你就要看著昨天那些 但是我都是要強調昨天那些 炒的 很多升幾成那些 全部都是不入樓市 值低交頭少了二三線股份 真的不要想著長渣來吃概念 想著短炒一兩天 OK就算數了 如果你說體育用品 當然你可以說它是跟三孩有關 亦都長遠 經常都炒內需 尤其是國產那些 所以繼續看好安搭李寧 因為這些 有時譬如或者昨天的 金銀生殖 夢牛 你可以說它不是最重 它不是最爆那些 但是你知道這些股份有質地 坐艇你自己都不冤枉 有些你真是一兩成高追之後 急劇回落的時候 那些欠不下手 很多今早有一升那些 現在都回落了 看看那些三孩政策概念股 今早部分回吐的幅度都很顯著 最新感恩伸值都跌半成有多 外低供跌6%下來 北康醫療和好危子國際跌4% 其實上天其實炒得太高 一升就升兩成 所以追了朋友仔 現在用不需要擔心三孩政策呢 還是細節落地 應該都還有得 可以再炒一轉 當然啦 其實從一個月前開始 有了人口統計的數據 發現很多老人 很多年輕人 很少年輕人之後 其實已經炒過 感恩生殖 當然昨天有消息再炒 你所說的 政策明細出來再炒 其他一些 我既然講到他們二、三線 就不去解釋了 反正二、三線很多都不講道理 感恩生殖說一下 如果你真的昨天追了 那算不算高追呢? 其實感恩生殖 首先質地好 業績各樣基本因素 稍為理想一些 當然上網的目標 就看回較早之前 若剝借23元的水平 就是屬於一個合適的 不容易衝穿的 因為都真的要 成交持續持續炒上去 有成交才有用的 破位其實就是昨天的21元推斷頂 所以我自己這樣看 現在來到21元 正路應該會有資金去追捧翻 如果它叫做 在21元樓上 不如用回氣 如果後市真正的止蟒 應該是昨天的竹開市 所以對啊 在19.3俗時 倒是真的評寫 如果真的那麼巧 來收藏的劾 就放了回來了 否則20vlkm 抵 fig11元請考慮23元 留意著 上天的升幅很显著 今天要回多少 加價有多少 是呀 普遍現在的板塊正在回 但是有股份 現在有些益羹突起了 是1024元 即快想 你一定不喜歡的,Syvan 科技股當中經常看它最落口 現在竟然淡市的特位 現在升到接近有半成 會否說這些位置可能沉底 市場對快手比較嚴苛 看到很多新經濟股都是虧錢 沒錯 哀哀哀哀哀哀哀 美團也要虧錢,而且要加大投資 但唯獨是快手真的沒有水化 一直沉底格局 究竟要沉到何時呢 始終弱勢和業績之後定輸贏 美團你說業績一般 業績之後升一成給你 這個市場投票 你一定要相信市場先生事對的 我永遠都相信 所以為何我這麼喜歡看頭 快手你弱勢,業績之後被人沽 這個已經是投票,不相信 好了,形態上是一個 一底低於一底,一頂亦都低於一頂的下行格局 非常明顯 不會因為半成的反彈而扭轉過弱勢 不過當然啦 因為它每一次都收復不到之前的頸線 如果後市,譬如假設最強頂線 二百四,如果二百四都站穩,我會說它脫險 否則,對那些坐艇朋友就看二百四送人 明白,有幾十元的 不要輕易投資,信心一票 另一隻美團賺三百元,那就追得過吧 反而是業績之後,當作是一個不明朗素消除 雖然都說明未來幾季,又加大投資 可能未來幾季的虧損仍是很多的 不過那些大行就很看好,長遠的發展 你又怎樣解讀呢 其實市場真是,雖然你說大數是虧損擴大 但是會不會都是覺得將來的投資會有收成呢 收益方面增長過賠 昨天升一成是價量齊升的 你這件事沒得去投資,你沒得去反對 那個勢頭回來了 站穩了前低位,三四月低位大概二七六 左近的位置,脫險不做得淡 向上看區間,區間335就是區間頂 所以我自己看法 現時有貨的朋友,照看335 沒有貨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想做 當然網易和小米強很多 但是如果你鍾情美團的話 你只要設定二七六止蝕的話 你繼續一樣可以和人一起看335 這隻屬於一隻叫脫險股份 但是要升穿335才確認轉強 明白,另一隻快快手都說一下就是禁風 上日寧德時代大炒市值破萬億 其實禁風今日都跟著,又繼續向上突破 看看禁風利業,還有最近資源價格理都有大勝 會否在業績上看到,又可以轉嫁到產品的威力呢 都可以的 這隻本身是很股份 不過可能因為不少有新經濟的影響 因為它都是做電池 跟新能源汽車有很大的關聯度 之前是沉寂,3、4月一直橫行 若母在104的位置居間頂 昨天就大波突破 加量齊升,完全是脫離了 所以向上看若母830、840 今天唯一就是高開低爪包的趙渣 口頭補充多一句 比亞迪都在追上,就是1211 最新鮮目擴大 感謝Seven和我們的分析 稍後回來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港股剛剛反覆站穩 剛才高開7點之後 一度倒跌過115點 幸好2萬9又是頂得住 最新來說,在美團加上信譽 這些新經濟股份大動之下 走之後站穩,去2萬9182點 升31點 當然就是這麼多類別裡面 金融指數比較差 因為我們開出來 見到匯豐、友邦、公行、建行 一度大概都跌了1% 就影響指數 最新成交去到221億 今天就是6月份的第一個交易日 很多焦點股 包括我們一直說 三孩政策相關股 不過今天就在急升過後 有多少都回調 例如錦欣生殖、貝康、好孩子 跌幅就一度到超過4% 不耐衰率股份不錯 例如李寧、安踏、百姓中國 還有周大福 一度都是創過新高 醫療相關的 有隻現代牙科編號3600 繼續急升 最近升得很厲害 今天最多升9% 為何會升 星期四有牙科相關的新股 據聞有機會很Hit 已經解決現代牙科 另外康芳、微創及醫師醫療 股價都創過新高 看看匯約港股裏面有哪些上榜 當然有很多小隻 上不到榜 美團最新升超過4% 美團厲害 昨天多間大行調低目標價 股價美團已經做好 今天進一步上升 去到307.4% 升幅超過4% 暫時表現最好籃籌 亦貢獻了恒指大概44點 騰訊排第二位 股價升5.5% 阿里巴巴升3.8% 小米升1毫子29.4% 盈富基金最新升1毫2線 我們看看6至10位 這班不錯 友邦跌了1元 快手升10.9% 創新低後 終於是約勢反彈 大報復了 升超過半成 上回200元樓上 若明生物升2.4% 有恒指佩卵跌了2.3% 另一隻是紅症 跌跌1成2 看看其他的主要籃籌股 下廳提到匯豐開出來都一般 最新都是偏遠 最新49元 跌貨有0.6% 其他都沒有太大表現 斯文 我們不如這樣 我們一來歡迎你 辛苦你回答家庭觀眾問題 我們稍後說二動股 好嗎 葉小姐 電話在旁邊 葉小姐你好 你好 葉小姐你好 有什麼想問 想問1308 我27.75元買 現在是否升勢都沒有了 以及前景是怎樣呢 好 斯文 好 無論是中遠海控也好 海豐也好 其實質地也很好 板塊也很正 但是最近都有多少軟了下來的情況 我自己這樣看 其實航運的周期 無論運費 其實故事就在這裏 是強勢股來的 軍線是有少少轉弱 我其實有少少介意 這個股份 你見它在1、2月的時候 它都調整過 有時三、四元左右的調整都有 但是那時那些軍線 不會好像現在畫面上 其實畫得很好 二十天線下穿五十天線 死亡交叉 過去半年以來沒有發生過 換言之 如果你說剛才所說 是否炒完 其實有這樣的可能 所以理性地設置一些位置 我覺得基本因素 故事未炒完 但是如果這股炒完 一定要警覺 譬如看最近 二十六元有支持 我覺得如果站穩二十六元的話 照看前頂 不排除後市可以破頂 因為這隻其實更強過海控 但是如果二十六元失的話 做回多少防守 因為它現在出了死亡交叉 半年聲勢未出現過 轉弱是有可能的 好 定了一些防守位 唯有是 邊行邊看 還有斯文 波羅的海指數老實說 是差了一點 近來也練習第五個交易日 就是波羅的海指數 反映運費的指數 你說行業那裡 你仍然都有信心 不太害怕 是呀 整體的行運是整個周期 又不容易斷纜 不過我剛才所說的 故事是可以繼續說下去 但是股市有時快出快入 資金如果走 價格失了位 就要做事了 好 多謝你 跟著有葉小姐在這裏 另一位 葉小姐你好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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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甚麼問題 師傅 那些叫做鐵礦 有色金屬 其實我這樣看 581有可能真的要看看減持的可能性 因為圖表走勢上面確實 是失得位 失得都厲害的 他到往在100天線的位置有支持 現在100天線 2.52其實都失了 下行可能你要預算 起碼去到2.53才有最多的支持位 由於內地方面 對於期貨方面有多少監管 不希望炒得過熱 所以投 不過都要補句口 雖然圖表上面是有多少弱勢 2.53的位置 盡可能跌穿 就要走人小心 但是 又是了 故事其實說得通 因為通脹 隨時整個概念炒到2022、2023 一直衝擊加息 鐵礦石、鋼鐵 都是做鋼鐵的 其實工業需求 和價格的增長 不容易轉回弱勢 所以你看看守不守 如果你可以有多少耐性 不等錢勢 2.35其實勢頭 都不是說完全一定要走 好 2.35看實 是不是 今天最低是2.46 現在就稍微押近低位 一個月的低位 但是師傅說 都還可以多看一會 不過說一些鋼股 老實說 今天中國東方已經算是這樣的 跌幅計 看到馬鋼、安鋼、重鋼那些 起碼跌百分之三 我不知道跟這宗措施有沒有關係 就是內地鋼鐵的重鎮之一 就是唐山 就說可能放寬限制產量的政策 可以生產多些鋼 你知道大方向國家 就希望壓抑那些金屬的價格 資源的價格 不合理上漲 不知道對於鋼鐵股 這些措施有沒有影響 或者有多大影響 其實都有的 因為你供應多的話 自然價格就向下壓 其實過往就一直以來 因為基於環保各種因素 整個行業整改得都幾厲害 整整最後幾間 所以不斷集中炒作 某幾間的企業 但是如果你說 中線增加下壓 價格下跌的時候 無利各樣東西受損 這個一定是利淡的消息 其他一些是 所以為什麼我會喜歡581 因為其他一些會比較 已經跌得弱小了少少 還有跌起來會跌得多些 尤其是重降 你看它升的時候 十幾個百分比 它跌的時候 也可以完全跌得多過同業 所以自己小心一點 其實中國東方價為有質地 不過都一定要看實價 好 鋼鐵股 我認可沒有下面那些 剛才你看過重降 重慶鋼鐵 現在最低都去到 兩兩毫半 創了上個月初以來的低位 大概接近一個月低位 大家都要留意 最新重降 1053現在我見到跌幅超過百分之三 好 繼續回答問題 稍後再更新 問問無偶語言 羅小姐是46.2入了 她說目標價看多少 不多不少可能有個三孩概念 不過我們都要強調 它不僅是三孩的 它一向無論在產品的跌透 各樣東西 其實都走到中高端 其實幾隻都挺好的 股份其實現在是走進一個 大型的W型的雙底 在3月5月墊底 項線齊齊齊46元 現在其實都突破了 雖然今天立不害怕 最緊要站穩46元 仍然向上 可以看2月份頂位50元 先看50元 站到46元基本都無事 繼續拿著它 收到 黃小姐電話旁邊 黃小姐你好 早安 黃小姐早安 早安 早安 我想請教你們 有買一個1137 香港電線九個八賣 我想請教你們 麻煩你們 有沒有得勝手十班 或者怎樣 都要走了 謝謝 想不想得到八十元 樓上 相當弱勢 自從在1月的時候 最後炒 當時是年宵概念 本地都有競爭對手 所以股價一直受到威脅 橫行驅12元的位置 亦都是一直堅持下來 現在好像走樓梯級 幅畫真的好像一條樓梯向下 現在難保 你見它走足一個月之後 通常都會向下又走一級 走足一個月走一級 我怕六月它又多走一級 所以要小心一點 如果你其實九個多元錢成本的話 老實我覺得你選擇另一隻 因為始終都是下行弱勢 就算真的反彈給你 都是十個八左右 OK 即是彈得到都要走 甚至在哪個位置你都覺得是弱勢 都適宜做保險 這意思 沒錯 好 都很清楚 斯芬不喜歡這些圖 一級低的一級的都是弱勢的 是不是 好 我們快點到這個 我們追求一些異動股 好 人民恆大 恆大當然都是異動 近來一年低位以上 陳小姐17.5元入了 需不需要走 止蝕 內房始終是兩個字 遙控 基本上這隻股份還要特別弱勢 哇 Sir說梯 還要最近跌幅加劇 當然你從一個短線超賣的角度 不排除反彈 彈直給你12元好未 一某真是很少的一個水平 但是你看到它14元左右的位置 基本上三底 去年三季到現在為止 結果都完全沒有想過手直穿 所以我覺得自己小心一點 我不覺得特別 你就算說2020年第一季 很大的底 未必一定有參考支持 內房股整體我都不選 喜歡內房不如買物館 不過它四條六物館 認真都弱勢 所以都是選別的物館 好 物館今天 其實我口頭補充一下 比如那些873 什麼軟洋服務那些 都創了超過一年的高位 甚至上市高位 即是有個別繼續強 近來都解僱了 不過一分鐘時間我們要選擇 今早早始終都是新經濟最搶鏡 特別殘的美團升 看快手你們說了 京東物流有自己的消息 整個版本都很精神 我們幾十秒時間 簡單講一下策略好嗎 幾十秒時間 氣氛改善 強弱都可以彈或是升 但是弱勢的彈一彈 千萬不要當作轉勢 京東物流入指數那些 我不信 第二就是 你買回小米網易 因為始終升穿了區間頂 真正強勢 有時真的坐都坐得過 那些已經轉強了確認了 好 多謝你 有沒有拿著剛才談過 都沒有持有的 待會回來再談